上班族 然后每天在这个圈子公司上班的时候 发现同事很冷漠 然后他每天带一面具去上班 可是呢 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在网络上他有一群他好的朋友 大家给他宣传温暖 感觉真实的是跟他在一起生活的 所以他觉得说 他现在的生活里面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往往得不到太多温暖 反而是在虚拟世界里面得到很多温暖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直播 为什么这几年会先起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再回头看 这个直播这个事情呢 从以前我们那个早前年代 从有文字 图片 影像 到现在呢 我们发现就是直播是一个最直接的沟通 它跟影像的差异呢 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 它是一个有互动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稍微分享一下 说这一段 从最近几年来 我从台湾最早开始做直播 1314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还没认识直播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了 然后到现在的一些发展 好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自己 所以我大概在一年以前 都在做内容产业 行动加持服务的内容产业 那一直围绕在2C这一块 所以我比较擅长的呢 就是在做2C的community 然后一直到大概 中间做游戏 那所以在大概14年的时候 我们最早就台湾推出了一个 行动段的直播 那时候叫Mimicam 然后后来呢 无论在大陆跟台湾 后来我才创立了这个UP这部分 然后在 现在呢 在18年也做了一个 刚刚提到区块链的一个交易所 S交易所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包括现在 Facebook现在提出的Libra 非常有争议的 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虚拟的货币嘛 那这个货币呢 其实 一个社群 它现在 Facebook在上个月提出了 它的直播呢 要开始提供打赏 所以为什么Facebook 开始做了Libra虚拟的货币 然后也做了打赏 其实这就是一个社群平台呢 它有大的流量的时候 在变现的情况下呢 它怎么做的一个方法 那流量变现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游戏以外呢 就是直播了 所以我们看到 在台湾介绍一下 就是说包括抖音好了 大家知道TikTok抖音呢 目前的估值是900亿的美金 那这家公司是16年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呢 它就是像一个 我们台湾的一个 因为它就是 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其实是一个 就像我们的可能 maybe UDN啊 或者是 時报啊 这种 公司这样而已 短短的三年 就发展到 现在就买一个 金的固执了 那我们看到 它有像另外一家 抖音之后呢 这个比跟它发展 还要更快的 在19年呢 叫快手 这个就是 可能大家听到的少 那抖音跟快手呢 快手的主要就是 比较是什么 草根 所以台湾这一块 草根这一块呢 好 我们有艺人 我们有歌曲 但我们有没有草根性的 视频内容的平台 基本上是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 也是我们看到说 现在看起来 有点发展的 有一点点味道的 所以从世界的模式啊 我们来看 我们看到 好 整个直播产业 这个状况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其实直播 不是一个现象 也许抖音 还算是一个现象 短视频是一个现象 但直播也证明 它是一个产业 因为这产业的范围 非常的大 从我们过去看到的 泛于乐的直播 到游戏的直播 明天带我介绍 有一家 就要在哪里 要上市了 所以游戏的直播之后呢 我们看到 电商开始直播了 大陆现在的 KO电商 如火如土的在进行当中 有一家呢 叫做 鲁罕电商 已经在美国上市了 他靠张大义一个人 撑起了这个上市公司 是现在为了 我们讲 网红电商的第一枪 已经上市了 所以我们看到 电商之后呢 我们台湾很流行的就是 政治的直播 所以也是蛮货的 那这个市场 当然我们看到很大 但各位可能不觉得 但是我Facebook上 往往现在很多的 各位年纪的朋友们 然后他的小孩去参加了 一个网户的票选 然后大概就是 可以拜托我来 帮他做投票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 也许我们这世代里面 感受不到 但是在我们的 下一个世代呢 他们充分感受到 然后他 我们这一代知道 下来帮忙 那 我们看到右边呢 全世界很多的直播 那为什么这个直播 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为什么会有直播 这个形式起来 其实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 刚刚提到的 文字 是图片影像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 YouTube这种 长视频出来 长视频出来之后呢 像Twitter 像微博这种 只有图文的呢 他们有危机 他们有危机 的情况下呢 因为他们是 主要是以名论为主 名论最适合做的 就是什么 就Live Broadcasting 所以那个时候 在美国 就开始有了 在一个新南大会 就有了 Moriket 跟 美国最早 开始直播的 然后 日本呢 那时候 也是在Twitter上面 叫 Tweetcasting 也是开始做 但是呢 那时候最早都直播的时候呢 大家要 两个不同的选项 为什么 两个不同选项 在16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 高大上的 是什么 新闻类型的直播 所以Twitter那时候 走的其实是 这个 新闻类型的直播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记者 他在第一线的时候 他可以用SNG 他直接用手机 开了之后 就可以直播给他 所有全球的Fans来看 是不是很理想化 很棒的一个想法 可是Moriket 才去临死掉的公司 为什么 因为没有商业模式 反而是做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像我们目前看到的 台湾的所有的直播平台 内地的或者东南亚 外国 日本韩国的 其实都是以有 礼物性质的 搭赏回组的 有做Reventuring的 所以呢 我们的 看到这几年里面呢 当然直播出了 很多负面的消息 但是我们也看到 很多正面的故事 那各位一定很好奇 说我们的那个直播主呢 收入在多少钱 其实 这事是不可思议的 就像我们有一个是 就是 牙医的助理啊 牙医的助理啊 牙医的一个月的收入呢 它可以超过500万 所以是非常的一个 令人 就是他的这个 朋友圈里面 非常羡慕的一个 这个收入的来源 那我们看到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直播是不是离活了几年了 是不是应该到顶了呢 其实我跟大家 会分享一个数据 就是说 我们台湾看自己 是有一点觉得好像 自己比较 数量比较少一点 我们看 随便讲几个例子好了 大概后面也会提到 就像 默默好了 默默他现在 他一年的这个营收 是600亿台币 那利润率 大概25%左右 所以100多亿台币的一个利润率 那估值也将近是100亿 所以 以这样子一家公司 来讲 就有600亿的话 那我们台湾全部加起来 现在一点也会100亿 就差不多 可能加这100亿好了 所以后面的发展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空间的 需要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这边有一个影片 可以放一下 看看我们在摩洛哥的一个 活动开场的影片 随便给就可以了 照片随便点一下 对 任何长 Veronica 照片随便 导触 mountain żeby冰过来 我们的视频 我们在и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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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地的人會看各地的主播呢 這是比較屬於一個特別在印度 印度跟印尼是最近發展比較快的市場 那包括在莫斯科最遠到南美 都有我們的廣東南亞還有東北亞最多的 但不限只有這個亞洲市場 那我們也是在台灣唯一的只有做了一個培訓的部分 就是做了一個UP的旅團 現在有兩個小朋友在韓國售訓 那也是第一個有做學員培養的直播平台 因為直播平台大部分都是利用現有的直播主 那很少人說願意花錢花時間去培養直播主 但直播主其實播了一段時間之後都有瓶頸 那個瓶頸是跟藝人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藝人當他有瓶頸的時候要幹嘛 出國留學啦 去學習啊 去旅遊啊 其實直播主差不多也是這樣的 那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變化 我們看到就是說明天要登陸的這個 鬥魚喔 那它的這個估值也是大概三十億到五十億美金喔 那我們其實看得出它營收大概是在兩百多億台幣到三百億之間 就單一家的直播平台喔 那當然它是以遊戲為主的 但是它是裡面大會也是靠直播主的打掃來做收入喔 那我們看到虎牙呢 其實也是一家在去年的三月之後上市的一家這個直播公司 它其實上市之後沒多久呢 剛好我們台灣的另外一個一期呢 就在日本那時候也在美國也常常要上市 但是同樣兩個直播平台差別性的很大 主要在於開始剛剛那個 Jane凱有講到就是說 這個第一個是商務模 第二個就是你的這個這個規模呢 是不是可以繼續放大呢 那我們講簡單一點好了 就是說在每月不重複使用人數上面呢 每月不重複使用人數上面呢 它可以到一個億 如果是單純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話 你的就是不重複使用人數的過低 這個是比較硬上 就是在美國的世界上市場 它接受你賠錢沒有關係 但是你起碼用戶數要做出來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喔 那我們講說網路直播是一個什麼樣的產品喔 就是講了這麼久喔 還是Content 內容還是網 包括我們上禮拜 讀了一個朋友的一個叫創意油管喔 就是我們有一些做行動廣告的朋友 他們開始找了像喬真啊這種藝人啊 開始來做YouTuber喔 那我發現 大家講來講可以講到最後呢 還是講內容喔 我剛剛講抖音好了 那可能大家都覺得 哇抖音好像很厲害 哇牛逼900億的這個內心的故事喔 可是抖音之前 有一個叫小他秀 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但有的大陸的朋友 我們應該都知道 曾經在兩年前 也非常恐怖半邊天的說 藝人亂用 那就是抖音的那個前聖版 但完全是另外一個公司 叫以下科技 所以呢 這個江山裡樓一打下來 但是打下來 手而入手無處規定 這東西還是要看 你是不是幫你的消磨呢 可以就是 徹底的把它拓展到 各個應用裡面喔 那 其實直播當然我們講的就是說 它是建造一個社群 我們的 這個 電話題是 在我們的直播主 還有我們的粉絲 那粉絲跟粉絲之間呢 也產生了非常微妙的一個關係喔 大家其實也會一起出來 做生意啊 做網絡見面會啊 交朋友啊 所以這個其實關係 我覺得 大家回到最早講的那個 就是有在於現在的 科技下面呢 大家其實表面上是 忘先量臨的 但是實際上寂寞的喔 所以這個呢 就造就了這個 商機會非常的大 但這個呢 會回不了頭呢 我覺得也回不了頭了喔 只是說 我們可能要去了解說 這個時代到底 它什麼東西是未來的發展 而不是這個時代 它會來 遷就 讓我們了解喔 所以我們講說 好了 我們再回顧一下 直播1.0到2.0 3.0 看起來喔 那大家其實 我們是有一點點介紹 經歷過這個 就是從 文字時代的這種 PC的入口的一些網站 到影音入口 到現在的社群 SMS的入口 Facebook開始直播了 開始打賞了 開始做虛擬貨幣的喔 這個我們都做過 但是它就是比我們 當天背 為什麼 它的用戶數 會不會是大 下一個階段 為什麼呢 我們會往後看下去 這個是呢 我們講的在 大家會講到的 在 待遇樂平台 大家直播裡面到底在幹嘛呢 可能大家都沒有在玩喔 但真的玩得 為什麼可以玩 那麼一天可以花個 一兩個小時在那邊看了半天 然後 可以各一直播主這樣子 就是 花這麼多的錢 在一個直播主上面喔 這不是我們能想像的喔 但是 主要我覺得它是有 比如說有這個 圍觀啊 然後陪伴啊 學習啊 然後好奇 那 統計數字下來喔 其實 就是比較二三線城市的直播主呢 他的 人數多 但收入佔比呢 是少 大概三七分 就都市收入的直播主呢 都市的直播主呢 雖然人數少 但是呢 佔的這個收入份額高 也就是說 我覺得文化有一種追從性喔 當在三四線 二三線城市的人呢 他們喜歡看一線城市的人在幹嘛 他的私生活在幹嘛 那私生活明記不會給你看嘛 直播主也給你看喔 好 那在網路怕帶動這個寂寞經濟喔 我們看說 這個直播主在直播的內容裡面 大家想看什麼 聊天還是為主軸啦 唱歌啦 吃飯啊 然後才藝啊 然後跳舞 這是我們趕的這個 台灣的一個 Daily Build的一個網路分析 他們看的一個數據喔 這個是泛魚熱淚的喔 泛魚熱淚也是不平安這樣子喔 當然我們看到大部分現在有 知識型網紅的出現喔 那知識型網紅的出現呢 就像喜馬拉雅啊 蜻蜓啊 荔枝這種平台喔 它是用平台裡面呢 像我們的講勳啊 這樣子美學的這種 很有深度的這種厚度的 在台灣可能沒有這樣 大家可以有得到很大的一個 訂閱屋的收入 但在對外呢 已經有這樣子的平台 辦得很好 所以在台灣呢 我估計應該也會有這樣子的 空間出來喔 就是知識型網紅的 直播平台喔 那你到底為什麼給禮物呢 大家看一下喔 就是說 不是說都要有對價的關係 因為直播主 不見得會出來跟大家開見面會喔 那我們有很多的單親媽媽 也很得到支持 就是因為 大家會覺得 鼓勵她 同情她 所以直播主呢 我覺得是支持的部分來講 不見得是一定要有 大家想像的對價喔 然後追求新鮮感 滿足虛榮心喔 滿足虛榮心很重要 我們現在抖音的朋友啊 抖音現在用的呢 裡面呢 最喜歡用什麼科系畢業呢 心理系畢業 從遊戲時代開始 到我們現在做直播的短視頻呢 我們在講的都是一個心理喔 怎麼讓用戶呢 願意付那麼多 這個講話不太應該 但是 怎麼用戶炸出他們那麼多的錢出來喔 那怎麼把每天在看出去 就是把DA啊 VPU啊 每一個人的平均付費金額呢 把它給提高 那直播 每一個人的付費平均金額呢 付費用戶來講呢 現在台灣大概三千塊錢 也就是每一天每一個人 如果是付費的 平均付三千塊錢喔 這個是說 我剛提到Facebook 先啟動的阿翔喔 叫Libra 好 那這個會帶動更大的一個 這個整個直播 本來直播是有賣賣乾麵啊 賣賣海產啊 賣賣電商啊 賣賣名牌 現在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可能明星以為進來 要做直播囉 他可以開線上的 虛擬演唱會啊 慈善的義賣啊 這些都可以做 所以明星他粉絲量很大 動不動就上百萬了 所以粉絲變現呢 我覺得會變成 越來越普遍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有一個朋友 是布爾喬亞的老闆 總經理喔 他叫做Joseph 那他是看了專業選舉以後 他才發現他開始要做直播了喔 先不管做什麼 但是他只要開始做了以後呢 就有機會 因為在每一個產業裡面呢 好 爭拌麵 第一開始賣拌麵一定會活 阿龍海鮮 第一個賣海鮮就會活 但是第二個第三個呢 就不太會活了 所以凡是要做第一喔 在直播裡面喔 我們看到這個是Camp 這是我們AFA的一個同學 矽谷美味人妻喔 但名字學得也不錯喔 那這個呢 他就是當初在美國 矽谷的地方呢 做竹梁 在家裡面做菜啊 然後拍下來 後來呢 上傳到Facebook 然後就開始紅到 因為這個沒有國界嘛 就大概可以follow他 然後看國界之後 然後前一陣子回台灣來發展的時候 現在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還有 新緣創投都有投資了他 阿里巴巴也投了他一百萬名字喔 所以他就像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電視時代的富美美一樣 只是平台不一樣 那需求是一樣的 大家都有這個需求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把這個模式呢 給複製到海外的序額 那這個是一樣 你需要看 這個是越南籍的 越南籍美國籍的 那他也是在這個 Youtube上面呢 做自己的美妝品牌 然後發展起來的一個全球性的一個 紅燈 那帶動了非常大的一個 產業 大概被CD1去做了一個 品牌的總經理喔 這個就是厲害了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威亞 這個也是一個媽媽 這個媽媽呢 在網路世界裡面是很厲害的喔 大家不太可以了 你是不是結過婚喔 這個媽媽呢 他現在 他光這個 一個晚上在直播平台 在淘寶上面呢 直播賣掉了3.8億喔 那 這個 當然他以前也做了很多 這個現場的 現場的開店啊 什麼之類的 但確實做了這個之後 他就放下他說 而且他的事情 專心做這個 所以他強調一點說 專心很重要 然後身為母親跟直播主呢 他還是要跟股平衡喔 那 啊 人人都可以有機會成為 很好的直播主 讓自己的生活 公佈 他其實出發點都是很單純的喔 而且人不可能 一開始就做到 3.8億嘛 他還是從剛剛提到的 從這可能幾萬開始 幾蛋開始做起來的喔 所以一旦有開始 就有機會 這個呢 就跟我們提到 也是另外一個很厲害的 就陸漢兵 常常常大意 當然他以前是在 就是最寒心 然後就幫忙 就是在跑廠子 賣房郵票的喔 後來也在一些微博裡面呢 做一些這個 街派一些品牌 這種女排在台灣 太多了 我們在IG上面看到 做活動的 做平面的 做廣告的 非常的多 但是能做到這樣子的呢 到底有心革 他能怎麼做的呢 一開始呢 他現在做微博 雷劫的粉絲 有了粉絲之後呢 他開始想辦法 找廠商過來 因為粉絲會問說 到底的衣服 總好看在哪裡買的 所以他搭上了 筷石上的那一鍋 後來他就開始 去找廠商來客製化 自己品牌的衣服 現在呢 其實我們台灣少部分 像水潭在做這個事情 他這個在 今年已經在 美國上市了喔 那開始估值也有 十個億美金 但後來掉了點下來喔 因為這個 我到底能不能夠持續 因為他個人的流量佔了 整個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五 所以大家也擔心 他雖然已經有五百個網紅了 但是網紅 這個事情能不能複製呢 他還是有在看 所以 我們想要簡單解釋 說台灣的網紅 比較像是 娛樂化 大陸內地的網紅 比較像是電商化 但是呢 我們不要忘記了 很可能在下一階段 如果我們的網紅 就電商化了 為什麼 因為輿論東西看走了之後呢 大家其實會覺得看利得喔 但是買東西的事情呢 千古不變 所以我覺得 網路的網紅店 就KOL電商這一塊呢 一定是有市場的 其實看是誰能夠搶到這一塊的 好 我們在想到說 孔直播 講到了網紅 那我們現在來講5G 因為 大家就要去5G了嘛 沉浸式的體驗很重要 大家想要是 看的就是看 以前看的是看手機看電腦 那沉浸式體驗就是看VR 那 所以 讓沉浸式社交呢 可以變成可能性喔 那我們看到其實 在5G裡面呢 我們帶來速度 除了 大家認為除了速度快以外 我們會面會有幾個說明 就是說 大家覺得說 到底在5G裡面的時候 對一般的User 看直播上面 有一些什麼樣的改變 這個我覺得不用特別講 大家也知道說 看5G的時候一定是更清楚 對 所以 然後再來是 禮物的特效呢 也會特別的好 這個 我們現在的特效已經非常的有名 我們最貴的一個禮物呢 是50萬台幣 就是 就是 100萬的UB 那 大家都不要擔心 禮物再貴都有人買 那 多人連線呢 這個是一個 現在看到5G裡面 已經可以實現很好的 現在其實在4G裡面就有了 但我們工具這邊應該會更好 然後 3D的 就是 虛擬項目的這個部分呢 在日本部分已經太流行 才了 就 發展的方式來做 那 從 單一的鏡頭呢 到全景是 390度呢 這個鏡頭就用來直播 而且可以用在 剛剛提到的 TOPHOUSE 就車子的 360度的這種 直播 然後在房地產呢 也是360度的直播 可以看到全景 不是只有看到單純的一個 平面 所以 曾經濟的體驗呢 我們講說 MIA AR 4K 這些都可以 放在這裡面 成為我們下一個階段 我覺得 所以我們講 其實從3G、4G、5G 一次以來啊 就是只有影像式的社交的產品 比較能夠變成一個 大家的一個真正的需求 好 後面呢 這位置我們有一些 讓網紅們可以 就是出名或者是 他們有機會 他們有大舞台的機會 這以前都明星的 所以我快速的讓他播一下 Vogue L 然後一些大型的活動 然後公車 還有電頭 這個捷運站 還有成為我們的旅團 達人秀 這次走過世界都可以去 這在香港的 這個整個地鐵站 光腳的 然後日本的活動 好 OK 以上這邊是我的簡報 這邊是我的歌 Volition Glassbook跟Horderline 大家如果不清楚的 或者封面有很多 繼續了解的 再加上 再給我思緒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我們今天就分享 謝謝 您自己有開過直播嗎 有有有有 哇 掌聲掌聲 謝謝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 直播都是 呃 美女 2018年的 大陸 美女的統計 前十米的 主播裡面有七個是男生 而且都不是 就一半是帥的 一半是不帥的 所以大家那邊都有機會 這個帥的定義 要看個人 好吧 謝謝Daniel 謝謝 各位 我們下午的論壇 一樣精彩的分享 我們一點半報導 兩點正式開始 好嗎 那麼休息的時間呢 現在是 週末的休息時間 那麼